是這樣子處理的 那後來沒有採用這樣 所以這個陸委會的看法是採用這樣的方式處理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市長 你同意那個主委這樣的看法嗎 我們認為就是說 在第三地醫院涉及國人的話 還是要經過一個協商 所以你們兩個不同調 不是沒有不同調 當然有國人在 我們爭取國人回來還是我們的優先 法務部現在同意爭取國人先回來 我們對先前的作為 認為是不當的已經表達 政府已經表達到抗議 我還是要講 市長可以 我跟你講你的報告今天裡面沒有任何提到任何這一句 先回來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 事情發生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個禮拜了 如果得到那個通報是五天了 政府部門到現在為止還不同調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需要值得檢討的 就是我認為如果設了這些事情 行政院應該有一個一致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處理 我認為陸委會應該是主要的關鍵者 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到了今天 每個部會送來的資料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調性 連台灣內部的政府部門每一個部門都不同調了 你怎麼去對外交涉 這也是今天大家立委們在質疑的一個問題 我現在回去能夠痛切的檢討 未來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內部應該盡速的定調 行政院的態度是什麼 地團調之後 每個部會都應該照這個調性去走 不應該出現 法務部到今天的調性跟大家還不一樣 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這使得譴責的 再來 那個請那個林中生 董事長 你剛剛也提到了 4月11號你才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人通知你 是 外交部沒有通知你 沒有沒有 4月8號沒有 沒有沒有 法務沒有通知你 沒有沒有通知 那你有沒有主動去了解 因為我們不知道 陸方也沒有通知你 沒有沒有 你認為你有沒有失職 因為這個基本上 我們沒有接到通報 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一旦了解 你一定要接到通報 好 我問一下 那主委為什麼沒有通報 海基委 兩岸之間 自從這個陸委會跟國台辦之間 直接溝通之後 這一類的事情 通通由我們直接來處理 我再講一次了 好 剛剛講的那一個部分 報委員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幾乎是 就等於是 一個人馬 等於兩個招牌了 我們的 譬如說我們的主任委員 也是那邊的副秘書長 我們的副主委 我知道 但是以林中生董事長 進出 這進出了43次到中國大陸 這件事情到了4月11號才知道 我認為這件事情 需要大力的檢討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檢討 這非常的不恰當 我們會檢討 其實下面的木曉大會知道了 但是他到了 他知道之後 昨天他才請 周副董事長去溝通這件事情 我再講一次 這件事情是司法 把握助協議是由海基和海協議去簽訂的 是的 這些東西是海基和海協議去簽訂的 海基和董事長 到了4月11號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認為也是嚴重的失職 我想 林董事長這一部分我們會檢討 請大力的檢討 再來 4月5號 這件事情外交部 請外交部來 請外交部來 外交部 您的報告裡面提到了 你的報告第二頁裡面 4月5號當天 你們就看到了這個 被 法院宣判後 懸疾被 中國大陸 駐肯亞等等 非法羈押 4月5號就非法羈押了 有沒有通報給其他的單位 國內各部門單位 這個我們是外管 報回來我們就立即跟 有沒有告知路委會 都有通報 4月5號通報路委會 當然4月5號是在那邊發生的 有沒有通報路委會 4月6號我們才知道的 4月6號通報 還是4月5號通報 還是4月8號通報 沒有沒有 4月 應該是4月6號 4月1號通報 主委你哪時候知道的 我是8號知道的 主委說他8號知道的 市長 市長你要不要再跟著你的說法 幾號知道的 你幾號通報給陸委會的 這個我們要再確定那個電報日期 因為這個有時差的問題 什麼時差的問題 荒唐 市長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的 我當然是看到電報才知道的 你當天哪天知道 4月5號知道了吧 沒有 4月5號不知道 部長知道嗎 你應該不知道 4月5號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 當下就應該通報的 立委會 這件事情牽涉到了 中國大陸 你看不懂嗎 當然要立即通報立委會嘛 怎麼立委會的主委 到了4月8號才知道這件事情 有那麼失職 這個電報 當然不是4月5號 電報要三天是嗎 不是 那個 這個案子因為從103年11月30號發 不要講那個 前面那個部位 當你們發現 你們自己報告也寫了 當你們4月5號的時候被發現了 中國大陸來寄非法羈押 寫得非常清楚 非法羈押 應該警覺這件事已經嚴重的了 中國大陸出手都非法羈押了 你為什麼沒有通報立委會 沒有通報相關的單位 有通告但是日期當然也許我是 4月8號絕對是延遲的啦 也許是 你4月5號你 你說你通報 慢一點點 還可以接受 好再來 那個再回到主委 主委你 你4月8號知道這件事情後 你做了什麼作為 我們知道之後 立刻就跟陸方開始聯繫 而且我們發了 我們就有新聞稿出來 對他們的這個作為表示抗議 表示不滿 那陸方的態度咧 國大班態度 陸方他們說他們要進一步的 向相關單位再聯繫進一步了解 進一步的了解 那有給你具體的那個嗎 禮拜五的晚上禮拜六 你的4月8號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也表白抗議之後 你到了4月12號 你的熱線才通啦 為什麼熱線要到四天才能通 因為第一個 很遺憾啦 經過這個週末 他們去了解這個事情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表示要跟我們通電話 那個主委 我覺得 其實我不忍苛責你啦 但我覺得 熱線這件事情就是要緊急用的 我了解 4月8號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全台灣都在關注 我相信國台辦 不會不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相信習近平主席 不可能不了解這次的嚴重性 熱線這時候就要發揮功用 他要能夠通上 至少跟 至少張志軍 這個主任跟你這邊要通上聽話 你了解你的擔憂 跟你的 我們同人之間都有在通話 對 不一樣 這麼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這麼 特別是 以往都照這樣的 司法的互助條例在走 而現在 中方 改採了不同的方式在走 發生這麼東西 你剛才提到了 必須事前 事中事後都要通報 這件事情 事前沒有講 事中也沒有講 事後 你到了11號才知道 基本上已經是人帶回了北京 這絕對已經不是事後了 照理說 在你要非法期 4月5號的時候 他就應該要通報給 陸委會這邊 這才符合這樣的精神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對他們表示 不滿的地方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 在溝通上出現了阻礙 熱線是不是出了問題了 我想熱線本身 是要雙方有意願來通的時候 才能通電話 所以你認為 國台辦已經沒有意願跟你通 我覺得那時候他們還在了解 整個的事實 其實在了解過程中 也可以先跟你 不見得了解完全的事實 那就你現在了解 國台辦的態度 處理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認為 因為受害人 都是在中國大陸 而且數額非常龐大 過去合作的結果 很多我們的國人 因為共同合作 我們逮捕回到台灣之後 因為我們的管轄權 因為我們的這個 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會不會不起訴 或者行為在地 但是過去以來 都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也都沒有問題 現在在520前夕發生這樣創 其實讓大家非常的擔憂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 主委進你的 過去以來的這樣的 溝通的一個能量 我認為要積極的去做一個溝通 我們非常的積極 一直希望跟他 譬如說在之前是要跟他通過 對 我看整個這樣的跡象上來 國台辦的處理是有點冷的 我認為是有點冷的 熱線上面其實應該可以更熱線 更即時的處理 那我有點擔憂 那我希望 因為昨天你已經跟張志勳主任 通上電話了 是的 那你也提出了你的需求 包括要組團過去 能不能在 這事件很緊急了 能不能在今天 能夠再跟張志勳主任 再通個電話 勸一下到底能不能繼續來出團 我們這個緊急性 已經在昨天充分的表達了 他也了解 所以他們今天其實已經表示說 歡迎我們組團 至於說一些細節還在做 哪時候表達歡迎組團 今天嗎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表達歡迎組團 對對對 他可不可以稍微念一下 他說 歡迎你方來人 我們願意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這個協議框架下 兩岸有關方面進行接觸溝通 那今天有沒有人去溝通 什麼時候可以出發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技術性的細節 我們還在跟他在聯繫當中 技術性的細節 不是 他也需要有一些 基本是財政啊 這些工作 那個沒有問題 去溝通這件事情 是可以先進行的嗎 因為現在是沒有照了原先 大家約定好的方式在走 我覺得溝通是這件事情 至於後面的細節 透過司法的互助都可以解決的 我們現在非常 六位有沒有準備好 隨時可以溝通了 今天如果陸方同意你 是不是今天就可以出發 我們其實準備好 我昨天還跟幾位同仁講 說不定今天就要出發了 所以可不可以 我說說不定今天要出發 可不可以請主委 可不可以請主委 今天再熱線溝通一下 能不能今天就出發 去跟陸方做一個密切的溝通 我們會盡量的溝通 盡速的出發 可不可以盡量就今天 可以嗎 我想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不是說我願意去就去 我是說請主委 今天可不可以再跟張靖遠主任 今天再通個熱線 我們會再透過正常的聯繫的管道 今天可不可以表達 再希望跟張靖遠主任再一個熱線 可不可以表達 今天可不可以表達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熱線並不是說 我們這樣子的來運用的方式 我覺得已經我們充分的 昨天已經充分的表達了 而且他們也表現說 願意讓我們的主團去 所以我們現在只剩下這些 一些肢節而已 肢節而已 如果他肢節上面再拖下去的話 有可能又過好一段時間了 如果再拖 我們當然不會接受的 什麼樣的狀況下你不接受 可不可以具體的講 如果拖到了這個星期之後 還不能去 這太久了吧 太久了 剛剛提到 剛剛提到是三天內 希望三天內出發 我希望越快越好 那能不能今天 如果不是你的話 至少透過你的幕僚的管道 跟國台辦表達一下 一定會 希望 如果可以今天就盡速來出發 我們做這個溝通 我們絕對會這樣做 台灣人民高度在關切這個案子 是 我們會這樣表達 可以嗎 好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主委 過去以來你對 你對兩岸這一塊其實也琢磨相當深 也做了很多的溝通 這件事情上面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這件事情 整件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子發生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 在我們過去合作的這個模式之下 對於這個打擊犯罪 並沒有達到它的效果 根據他們的看法 沒有達到效果 所以他們覺得受害的人太多 他昨天跟我講了很多 有人自殺 有人做事 講了非常多 主委你說解決方案是什麼 他們是在反映這個 那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覺得解決方案是雙方 我說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雙方應該要更進一步來做協調 在共打的這個協議架構之下 我們來討論應該怎麼樣來改善 所以應該盡速來啟動 共同打擊犯罪這件事情上面的 我覺得就在這個協議的架構之下 雙方應該針對域外的這個犯罪 第三例犯罪 然後來做更深入的 所以這個你已經有跟張志軍昨天來講 我昨天有跟他講 我希望這個能盡速來啟動 希望未來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 謝謝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也是等一下咱等下 我先打找找 先搜到 所以是超級點說 因為剛剛有請問 這是我來的手 我來的手 一個穿針 一個穿針 蛤 我的揭穿 一大小 你可以把我的布袋抹擦 放在一座 降臨 還有這一天 正月地做一個審 Yep 那所以,我今天把你的衛生日快樂 總共先後面imar 那請問我,我們要看他的目標 請來這邊請問您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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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